分析表的那個步驟 最後的結果長這樣 如果我今天是希望這邊是 哪一個市場 然後呢 哪一個品名 然後他們各自的價格多少 OK 平均價格 然後幫我把它列出來 基本上呢 主要就是會用到列 就列的話放市場 藍的話放品名 那這邊就一個篩選 篩選一下輕衝就好 然後把這個地方改成平均值 把它列出來 可是呢 如果同樣的方式 我要用什麼 用這個 這個什麼 用 Python來完成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首先的話 第一個 這個的話呢 在Python能不能做 其實是可以做出來 有點像這樣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邊類似 有沒有 這邊是 兩個欄位 然後把這個結果把它 恢復一下 那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第一個的話 如果我假設 因為我現在執行的話 是全部的欄位 所以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說要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什麼 一個欄位是 就是 第幾欄呢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 我只需要 這個 市場 C欄 跟那個 平均價格 是1欄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 select後面的話 不要信號 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C 夠點 1 只要這兩欄 那你會發現 如果執行的話 他只會抓什麼 抓兩個欄位的 那如果兩個欄位的話 你會發現 底下的資料 他就會只給兩欄 可是我底下 卻有五個欄要顯示 所以 底下一樣 需要把什麼 把那個欄位名稱 只留下哪一個 市場 跟那個什麼 平均價格 有沒有 然後呢 因為來的資料 就變成0跟1 所以後面這 這三個就把它刪除掉 那一樣 依然的話呢 他會是 double 所以呢 必須怎麼樣 把它轉型 轉型的話 就是str OK 那如果像這樣執行 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了 但是呢 再來第二個 你會發現 老師這個一樣的資料怎麼辦 然後呢 他 就是變成 一樣的資料不斷重複喔 所以呢 如果一樣的資料重複 你不需要他重複的話 你可以 在這邊呢 空一格 後面的話 跟他講 不過 先講 這個 我們要的資料是輕充啦 所以 我們可以在後面加一個會有的敘述 會有哪一欄 那輕充那個欄位在第幾欄 第 第欄 所以呢 我跟他講說 第欄 後面因為是文字用like like什麼呢 記得喔 文字的話前後用單引號 like輕充 那輕充的話記得 如果你要 當你比較保險的話前後加雙引號了 裡面的話包一個輕充 輕充 好 那你會發現喔 這樣子的話找到的就只有輕充 不會是全部的資料 ok 那輕充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 我 像西寧這些有沒有 都是重複的 那你後面其實還可以再下一個語法 叫做群組啦 就是把那個同樣的市場喔 幫我群組在一起 所以呢 這邊後面的話可以加一個group by groupby的話就是群組 byc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 c欄 c欄就是市場 裡面的資料幫我把它群組起來 你會幫你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剛剛像那個 這個這個市場的話呢 不斷重複 可是呢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他 資料有沒有 就只剩下這麼多而已 也就是他因為經過groupby 可是喔 最後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最後幫我怎麼樣 排序一下 排序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地方 他沒有按照 那個價錢排序 所以呢 如果你要 按照價錢排序的話 那底後面的話 其實還可以下一個條件 就什麼 排序的話是order 空一格 order by 那你可以加一個1 1欄的話就是我們的平均價格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他會按照西湖 一直到什麼 到那個 市東有沒有 他就幫我排序了 所以喔 這個地方 假如說呢 你要在 Python裡面 做像剛剛 樞紐分析表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 還是需要利用到 所謂的seql語法 OK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剛剛我做的 幾個動作 1 我先把那個欄 本來是星號嘛 星號的話是所有欄位 那我如果只取兩欄的話 就是看你要拿兩欄 我這c跟1 可以第一步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這個改的話 那這邊也要改 所以1 把欄位改一下 只留下兩個欄位 然後這邊記得要轉型 第二的話呢 如果我只要輕衝的話 後面加一個輕衝 那記得喔 因為又是文字 所以用like 那避免說前後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字啦 當然理論上 我印象中這個輕衝 這個不加起來也沒關係啦 因為 他如果欄位裡面 只單單是輕衝的話 那這樣其實OK 我執行一下看看 可以了 OK 那有時候為了保險 怕說會不會他 輕衝前面有空白 或者是還有什麼其他的資源 不知道 那有時候為了保險 可能會加一下 這個有時候是 習慣問題 加保險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加一個GrooveBuy的話 他會變成每一筆每一筆都顯示 所以如果你GrooveBuy之後 他就會 把每個市場 一樣的放一起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利用排序 排序的話呢 就是OrderBuy 如果要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平均價格來排序的話 那我可以在OrderBuy1 OK 那這樣的話顯示出來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裡的話 我需要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OK 這個 那其實除了說可以從 我們程式裡面執行 另外好像那個 Seqlite Browser 其實這邊也可以執行 哪個地方可以執行 Excue Seql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試試看 比如說你不確定嘛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打在這裡 然後Excue它 沒有 它這邊底下會顯示 那 比如說呢 如果我今天 換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 不要OrderBuy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沒有OrderBuy 它就這樣子 那如果有OrderBuy的話 那 它就會按照我要的方式去排序 OrderBuy 那另外的話 排序還有什麼 我們地增地減 地增的話呢 預設好像是地增 然後如果你要地減的話 我記得是加ASC吧 ASC好像就地減 我試一下 這地增 有沒有 地減的話是DESC的樣子 這個是要 ASC就預設的 就是地增 DESC就地減 OK 好不好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記得這麼多啦 其實 一般的話呢 你可以查尋一下 一般是你可以查那個 SECLE SECLE語法 這邊就有了 其實這邊也有相關的教學 你們可以查一下 這個相關的 像剛剛有OrderBuy 這邊其實也有 OrderBuy ASC DESC 另外的話像Like 外用資源這些都有啦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然後 DESC DESC 好